今天颱風天 我們利用這個颱風天 因為又放水降 沒有學生上課的時候 來修一下這個課桌椅 你看這個課桌椅 是在小孩子用久了以後 學生用久之後 這個課桌椅大概都會有這種情況 左右搖晃非常厲害 這個會這樣子搖晃 基本上 它有幾個原因 最重要當然就是廠商 他當初在製作這個桌椅的時候 說真的他不可能用乾燥的木頭 這個木頭大概就是 從原木剖下來之後 就拿到工廠就做了 這個也沒有經過乾燥 所以 雖然他這個都有做水桶 都有做水接 你看有沒有 都有做水接 這個不可能是煙網的廠商 這個也其實都有按照 一般正常的騰訊來做 這個都有做水接 都有做水桶 但是因為這個木 大概就是用久之後多會省縮 水就會變得比較鬆 這個水桶的地方就會變得比較鬆 所以大概就很貼落 這也是一個原因 但是他為什麼只有左右會夭往前後 因為我以後來講到 因為他比較寬 受力會比較大 然後 前後 因為比較窄 他受力會這麼大 然後再來一個 有 那這個底下 前後 前後的位置這個大概都有 還有 我們學校目前我看到的 前後大概都有做 有這個鐵片的加分 有這個焦田的加分 但是左右沒有 左右並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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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現在 我們就來把 等於說 將這個 鏡頭 再把它打回去 我們一個用的最簡單 我們來用一個簡單 用效果的方式來說 好有快 就是直接用螺絲 從這個鎖頭的地方鎖上去 好 讓它用鎖頭 密合 好 好 spotted 有 好 過 是 是 好 這樣擠這螺絲就解決了 因為其實你如果用這個這樣子的消復方式 比加這個腳挺 比加腳挺的速度還要快 然後它的效果 我的感覺又比這個焦鐵的效果還要好 比這個焦鐵的效果還要好 因為這個焦鐵是薄薄的鐵片 並不是厚的焦鐵 它這個很薄的 所以我感覺這樣就修它的效果 比加腳挺高 我們先試試看看 完全不會咬 有沒有 完全都不會了 完全都沒有咬 沒有咬望 這樣就說好了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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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